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爱全球新闻 我是雷亚 先用一点时间带您回顾 今天国内外的新闻焦点 以及此季的脉动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 菲利普亲王高龄97岁 周四开车出门发生车祸 所幸毫发无伤 不过这起车祸也引发关注 专家认为视力听力还有反应 随着年纪的增长而逐渐退化 就应该考量是不要禁止 英法俗开车 再过半个月春节就要到了 为了让照顾户过个好年 台湾各地的慈禧志工 陆续展开东令打包 今年澎湖打包近似资粮 72代也首次改用物资卡 更贴近大家的生活需要 最近又发生一起8岁女童 独自在房间玩耍 所以不小心被折叠桌夹住 致死的意外 专家提醒 在家受伤的机会是户外的3到5倍 建议将柜子跟墙壁锁死 防止倒下 抽屉或是折叠家具 应该要加装安全扣索 糖化血色素呢 是糖尿病患者 又来监测血糖浓度的重要指标 而国卫院最新的研究发现 它还能够反映身体的功能 以及它的衰退率 成为老化预警指标之一 不管是偏高或是偏低 都表示身体的功能发生了障碍 提醒您 如果血糖的指数出现了异常 就一定要尽快做一检查 体检抽血 检测糖化血色素浓度 是多数糖尿病患者的日常 糖化血色素就是血液中的葡萄糖 进入红血球 与血色素相结合 可以反映2到3个月的血糖平均值 而现在国卫院最新研究发现 还能反映身体功能的衰退率 偏高就是发炎 会有全身性的发炎 伴随一个全身性的发炎 会导致一些骨骼肌肉的变化 包括肌肉本身的蛋白质的合成 还有它的分血的一个部分 糖化血色素对于身体老化预警的标准值 是5.5%到6.0% 研究显示如果浓度来到7% 代表偏高身体功能发生障碍的可能性 每年增加1.21倍 而如果是5.5% 对身体老化预警来说 则是偏低的数字 伴随血液中含有高量的发炎物质 可溶性白细胞介素6受体时 同样也会增加老化素率 发炎反应会糖化血色素偏低 但是有很多血红素有问题的病人 其实糖化血色素也会偏低 比如说你有球性红血球病变的人 像有瘧疾的病人 目前糖化血色素浓度偏高或偏低 都会影响衰老速度的原因 国卫院还在研究其中的激转 建议民众家中如果有高龄长辈 出现血糖方面的问题 应尽早就医防范健康风险 大海新闻 杨韵池 叶宜玲 台北报道 国内每年至少有1300人 罹患肾脏癌 但也因为肾脏是无声的器官 因此发现的时候 大多都已经是末期了 癌细胞甚至容易转移到其他的器官 于是现在国内核准了一项 最新的治疗方法 叫做双重免疫疗法 透过两支针剂 活化自体免疫细胞 去攻击肿瘤 治疗的效果是标靶药物的10倍 死亡的风险也大幅降低的死程 汉医师紧紧拥抱 脸上都是重生的喜悦 66岁的王先生在4年前 因为早痛到医院求诊 没想到居然罹患肾细胞癌第四期 而且已经转移到骨头 我说可以把肾脏上的癌细胞拿掉 它不可能 因为这个癌细胞整个布满了肾脏 它唯一方法就割掉 罹患肾细胞癌主要治疗方式 就是动手术切除 但通常末期患者单靠手术 很难完全切除肿瘤 王先生还搭配服用标靶药物 病情仍然不见起色 最后是透过双重免疫疗法 在三个月后症状大幅缓解 骨头上的癌细胞也完全消失 让我们的免疫细胞 它可以去攻击这个癌细胞 那就有这样的方式 让癌细胞达到被破坏的这样的效果 是有机会可以得到 整个病情的缓解控制 双重免疫疗法是透过两支针剂 启动原本被癌细胞抑制住的免疫系统 活化T细胞对付肿瘤 副作用从63%减轻到46% 肿瘤完全消失率是标靶药物的10倍 死亡风险更大幅降低4成 突破过去肾细胞癌末期患者 存活率低的困境 在标靶治疗之下 比较没有效的病人 中度风险的病人是大概 平均是22个月 那如果说是高度风险病人 其实就是8个月左右 这项新疗法日前被核准在国内使用 适用于晚期 且无法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 但目前没有健保给付 医师也提醒 肾细胞癌早期症状不明显 民众如果出现身体不明原因疼痛 腰部有硬块或血尿情形 就要赶紧求医检查 大海新闻 杨韵慈 叶宜玲 台北报导 而除了肾脏癌之外 肾结石的治疗也有了新的趋势 只要您的肾结石大小在2公分以下 就可以透过软式输尿管径的治疗方式来清除它 不仅清除的效率提高了 没有伤口更没有年龄还有疾病的限制 而且一次就可以完成治疗 也大大的降低术后患者的疼痛还有不适感 61岁黄女士继三个月来 时常这样搓揉腰间 因为生活中总是伴随酸痛感 子中节都在腰酸酸又会痛一下 你姿势不对的话 好像你就会磨到石头 双侧都有结石 右边是一个两公分的石头 左边有三颗石头 先前来我们医院就诊的时候 我们还是有帮她采用一个 大家最常用的体外震波碎石的方式 不过那次的效果并不好 体外震波碎石术 治疗后没有伤口 因此也成为患者首选方式 但清除率只有7到8成 另一种是筋皮穿肾取食手术 效率高 但需要在腰侧开一公分切口 风险也比较高 而且两者都不适用于 凝血功能异常的患者 因此医师建议 如果肾结石大小在两公分以下 可以使用软式输尿管径治疗 用一个大概约末一公尺长的 一个会转弯的一个软径 那从患者的这个尿道 进到膀胱 经过输尿管 一直进到肾脏里面 然后采用镭射的方式 将石头在肾脏里面直接打碎 然后让它自然排除 这项方法完全没有伤口 清除率也高达9成 更没有疾病和年龄限制 同时如果双侧肾脏都有多颗结石 还能一次清除 但目前没有健保脊腹 建议患者想避免复发 还是要多喝水多运动 并少喝茶和咖啡 大约新闻理体尼建宽 台北报道 美国加州这几天的天气 是相当的不稳定 许多地区因为受到暴风雨的袭击 传出了土石流 还有淹水的灾情 而且导致30万户大停电 另外是在内华达的山区 则是连续好几天都下起了大雪 积雪将近有一个人这么高 光是这个星期恶劣的天气状况 就造成加州至少有6个人死亡 大雪纷飞 路边的积雪都快把汽车埋没 加州内华达山区 连续好几天降下大雪 部分地区积雪高达150公分 沿海地区则受到暴风雨袭击 这波大雪和暴风雨 在加州各地酿成土石流和淹水灾情 游落郡多条道路封闭 不只道路积水 南加州的沿海小镇海豹滩 住宅区整个泡在水里 就怕大雨持续下居民抓紧时间 赶快准备沙包挡水 另外坏天气也造成加州大规模停电 至少有30万户在寒冬中无电可用 不过好消息是气象预报表示 当地时间中午 加州各地就会转为晴朗的好天气 大海新闻黄金庭编译 川普政府从去年开始大砍外援经费 导致联合国的经费是相当的短缺 引发国际间的连锁效应 缺乏资金的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从今年开始就必须要减少 对巴勒斯坦民众的粮食援助 先前发放的物资卡 也通通都失效了 住在加萨走廊 还有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民 至少会有19万人 他们的三餐温饱都有问题 打开冰箱几乎没有食物 民众十分无奈 上个月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宣布 由于资金短缺将删减粮食援助 大大影响居住在加萨走廊 和约旦河西岸 约19万巴勒斯坦人 原本就生活贫困 现在更是连下一餐在哪都不知道 原本肯购买食物的信用卡 现在在西岸地区全被停用 1月1号开始 16万5千位加萨居民 每月的可用额度 也被迫砍掉两成 随着美国去年大坍 对外援助经费 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资金 顿时就少了四成 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生活 恐将因此日益而化 大爱新闻杨请编译 而欧洲这个冬天 则是受到暴风雪的袭击 被形容是30年来 最恶劣的天气 从元旦至今 已经有21人死亡 难民的处境更是难上加难 有不少人只有短短的短袖 或是薄薄的外套 塞尔维亚的气温 更是来到零下了十几度 慈禧志工赶紧打包冬衣 为难民营送来最及时的需要 大地覆盖厚厚一层白雪 这一天是十天来最冷的一天 零下十几度 晒衣杆上竟然还晾着短袖衣服 这是难民一家仅有的温暖 慈禧志工踏雪 来到克尔尼亚查难民营 发放冬衣 由于营区没有很大 大家只能在户外排队 等候难民委员畅名领取 志工满心不忍 但这是难民规定 也只有默默陪伴 有的人穿着短袖排队一两个钟头 没想到雪越来越大 志工的心也越来越纠结 仅仅这一抱 希望把自己身体的温度 传给对方 领到衣服的人回到房间 迫不及待穿上身 志工用爱融化霜雪 陪伴难民一起走过生命寒冬 大约新闻真善美志工 王素珍 塞尔维亚报道 晴天2015年尼泊尔强症 马来西亚和台湾的慈离志工 再度组团前往加德满都 展开议诊还有发放 而就在活动的前夕呢 他们的第一站先来到了 慈离原界落成的藏传佛教寺庙 来探望老朋友 尼泊尼泊尔加德满都 马来西亚慈禁人熟悉又牵挂的所在 crashed 来了 这是我们的约新闻 第一天后 我们的老约新闻 后来来去Nepal 我想我們都是佛的弟子 我們也很期待 把佛陀的精神 救世的理念 趕快帶回到佛陀的故鄉去 締結了近四年的緣分 每回志工團總會來看看老朋友 謝謝你 謝謝 他們能夠重新整個建築 和很強勁的建築 現在佛陀在享受他們日常的練習 學習修圖 訓練和日常的佛陀 志工給的就是一份安然 也將接連舉辦藝診和發放 尼泊爾鄉親的安好 是這群有心有情人的日夜期盼 帶來新聞知善美志工胡永雄 尼泊爾報道 年關將至 馬來西亞的子弟志工 舉辦照顧戶歲末發放活動 今年有100多人來參加 賭軍長者08級也特地前來 每個月的環保回收日 每個月的環保回收日 總是能夠看到他的身影 即便他的生活結局 也一定要 月月捐善款 這一次還堅持把志工 送給他的新年紅包 捐出來做善事 八出八俠 慈濟歲末發放活動 100多人來參加 獨居長者林先生 受邀請來 他是照顧戶們的典範 沒有錢的 他都願意這樣子做 其實陸續續也是做了幾年了 讓叔叔跟我請過一次假 每個月一次的環保日 都能看見他的身影 雖然身體不太好 依舊堅持要來付出 家裡的竹筒 只要一買就捐出來 但他的收入並不多 規定自己 四天只能夠花台幣370元 其他都存起來做善款 知足又節節才剛拿到的紅包 他立刻又捐了出去 我交代的是怎麼樣 你不要跟我推來推去 好的 我捐給十三個 小朋友也藉此機會 製作片表達對父母的感恩 親愛的爸爸和媽媽 謝謝你們把我養的 就很大了 我想要對你們說一聲謝謝 祝福媽媽什麼 我祝福媽媽身體健康 歡喜感恩 祝福 歲夢年終 團圓的日子 刺激大家庭 有愛 有溫情 大愛新聞 珍珍美志工許忠志 顧亮龍 陳婉音 馬來西亞報導 守護民眾的健康醫療團隊 是相當的用心 因此台北慈激醫院 感恩所有的醫護人員 過去一年的接手崗位 搶救病患的辛勞 醫院特別舉辦了歲末感恩會 讓醫院的同仁 能夠在輕鬆的氛圍之下 彼此共同勉勵 在新的一年能持續經濟 共同守護病患 暫時放下照顧患者的嚴肅心情 醫療團隊走上舞台變身表演 帶給大家歡樂 感恩過去一年 大家攜手共同努力 也祝福來年會更好 在這個歲末年冬 特別要感恩全院的同仁 在過去這一年裡面 在工作崗位上 非常的認真 非常的努力 守護了很多的大德的寶貴的生命 那當然我們要感恩上人 建立了這個醫院 讓我們有一個發揮的舞台 3號 3號 好話連連 除了精彩的表演活動外 還有每年都要舉行的好話連連 近似於冰果遊戲 期望人人口說好話 身行好事 大家發好願 迎向嶄新的一年 以愛為藥不濟事 曾經大愛心電行 大愛新聞 洪崇豪 莊國雄 台北新電報導 隨著科技的進步 許多的晶片是越做越小了 台市大和科技公司合作 研發了一款 世界上最小的中端AI晶片 它只有0.7乘0.7公分 相當相當的小 功能是可以進行影像的辨識 而且還可以套用在各種3C的產品上面 在攝影機前擺放人物照片 可以全部正確地全選出來 就算用紙折住一半 再打開也只要千分之三秒 就可以完成辨別 靠的就是這片 比一塊錢還小的AI晶片 而這也能在生活中做實際運用 是有一個地方可能上班 這一條路是大馬路 已經全部塞滿了車 那邊沒有什麼人走 那你永遠是按照這樣 你有一半的時間都被浪費掉 對不對 那它如果說看到那邊 車很少 這邊很多 那它就會自動去調整 讓車多走多一點 那另外一邊已經累積多一點 車或人的時候 它再啟動過來 所以它就是等於一個交通警察 台市大和科技公司合作研發的 世界最小晶片 只有0.7乘0.7公分 用圖是專載手機 攝影機等 終端產品上 加上特點是不用網路 才能做到最小化 而操作過程是要先放上開發板 進行反覆學習 主控的CPU 主控的晶片 那我們把這個晶片放進去以後 它就能夠達到AI的功能 而就可以讓我們現在的這些 傳統產業或是中小企業 它很快的可以提升它產品的功能 這種晶片類似輔助功能 採用傻瓜學習模組 可以不斷複製 減少傳統開發成本 例如和冰箱結合後 用影像判別蔬果 調整溫度濕度 希望就是要把基礎的人工智慧 都能融入生活體驗 大愛新聞 黃毅潔登映中 台北報導 林物局農航所推出了一本畫冊 名為《不可見的台灣》 精選他們長期以來執行空拍任務 所拍攝出來的照片 精選出的136張 是以紅外線底片為主軸 將翻轉您對台灣的印象 起飛 觀測 抓準最佳時機 按下快門 林物局農林航空測量所 執行航設任務超過40年 不間斷記錄台灣土地樣貌 累積超過百萬張照片 如今精選136張航空底片 集結成冊 在這一年的過程裡面 我讀了80萬張的一個影像 然後它所能夠傳達出來的 一個視覺的經驗 或背後的一個知識 歷史地理學的一個價值 都超乎我們的想像 告訴大家說 其實有這樣的一個單位 有這樣的一群人 他們默默地一直在用影像 紀錄我們台灣土地 人跟大自然所留下來的這些足跡 一張張紅通通的照片 是使用底片相機 紅外線模式拍攝出來的 農行所從1973年 就展開航設任務 一開始先用黑白膠卷底片拍攝 接著加入彩色和紅外線底片 直到2007年膠卷底片走入歷史 拍攝方式全面數位化 而這本圖冊以彩色紅外線底片為主軸 顛覆民眾對台灣的印象 一般我們民眾所看到的照片 都是黑白或是彩色照片而已 那另外其實那個紅外線光 一般來講是所謂不可見光 那其實它有它的特殊用途 尤其是在植生的這種生長的調查上 顏色越紅表示植被越茂密 而它的用途還包含病蟲害 災害和空污調查 希望這些照片 不只呈現土地的樣子 民眾更能去了解 背後的歷史和科普價值 同時去思考如何更加愛護這片大地 大家新聞 林一婷李健寬 台北報導 而天氣方面呢 明天各地大多是多雲到晴的天氣形態 白天溫暖舒適 中南部日夜溫差比較大 提醒您要留意氣溫的變化 適時調整衣物 華東地區及中南部山區 偶爾會有零星的降雨 西半部及金門馬祖會有局部的霧 或是低雲影響能見度 行車要注意安全 我們一起關心明天的氣象數據 下集中 約四十塊 另外一邊 四十塊 澤全而然 永遠 二十塊 被分死 有金 美国一条贯穿缅因州的普利桑思考特河 最近出现了一个超向月球表面的超大旋转冰盘 直径将近有100公尺 民众看到都相当的惊奇 新闻的最后带您一起来看看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何家平安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